但紫棋最近正如火如荼的 在宣傳她的新專輯《啟示錄》 也常常開直播跟粉絲互動 日前她在直播中罕見提起 3年前和前經紀公司的合約糾紛 當時除了要打官司 還要消化工作行程 處理新團隊事務 巨大的壓力讓她喘不過氣 甚至崩潰喊出 我真的覺得我快要死了 讓大家看了超級心疼 沒想到9月又爆出 她遭大陸節目 團結1630萬人民幣6年 目前正在打官司中 據陸媒報導 蔡新公司2016年以黨期緊張為由 要求鄧紫棋提前錄製節目 在她實際參與蓋世英雄 一期真人秀和三期節目後 卻遲遲沒有補簽書面合約 也為支付酬勞 2018年瘋鳥音樂 將對報告上法院後被駁回訴求 但法院認定兩趟之間的糾紛 實際上是演出合同的違約糾紛 而現在上海成林區法院審理認為 本案原告是香港公司 第三人是香港居民的涉港案件 因訴訟標的額超過1000萬人民幣 上海成林區法院對案件無管轄權 最終裁定案件移送上海市第一 中級人民法院處理 消息曝光後 網友都傻眼說殘薪真的很黑 但就算瘋鳥打贏了 也不會給紫棋錢 真的心疼紫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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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